大家好,我是DJ哈州 今天要各位介绍的这支影片很特别 是我到百味园海鲜自助餐用餐的时候 跟他们店长聊天 他帮我们介绍有关于张家界相关的旅游讯息 今天天气不好,不建议去 上面有居住,看不见 所以我们就多住一个 本来明天就走了,所以我们改后边走 所以我们今天就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靠下来 这个很棒 可以,属于去下一次是哪里啊? 我们去藏商 藏商是吧 藏商很熟吗? 藏商去的熟 所以你们本来就是长在张家界的 对,就是本地的 所以有很多就是说 在我们当地张家界这边旅游的 人很多,尤其像台湾的韩国的那边的 有很多 对,就是说 在我们这里吃喝玩吧 你就是放心的玩 放心的吃 对 没有一点套路的 那这边的一个治安怎么样? 你觉得你们张家界这边的治安觉得怎么样? 我们这边是吧 对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以这个山水出名嘛 对 就是那种山都是纯天然的那种 对,天然的 对,然后这个风景啊 也比较就是说好看 对 有很多都是说 来了一次 又来第二次 是 又很想来 只能说有时候时间安排不过来 对 可是以整个张家界的这个景区 它一个消费的情形 我觉得在物价上好像有比其他地方高了一些 对 我去过很多地方 它这个 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这块的话 就是说 有这个会季节性的 季节性的 因为 毕竟这个 这个当地政府嘛 本来它就是说 经济这方面 不是很景气 有时候 对 它有关系的 是啊 嗯 那你们自己去这边 去玩的话 有没有折扣 当地的居民 我们当地的这个人的话 本地人去的话 是免费的 凭着这个有效的证件 就是身份证之类的 是 对,免费的 包括大家缆车那些都免费吗 还是纯粹只有 纯粹只有 纯粹就是门票的问题 呃 门票的话免费 那个缆车的话 还是要收费 还是要收费 票价都一样嘛 对吧 对 票价都一样嘛 对 了解 张家界 这边你建议我们 在市区的话 要去哪边 呃 市区的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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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有这个 就是你要吃的话 就是在这个南米谷这边 然后的话 你去玩的话 是 去看一下这个 七十二气炉 是 然后还有这边 这个大油火层这边 是 对对 就这两个 有一些这个 这个介绍啊 然后有时候他们那边 有别的节目 等等这些事情 对 那这边的菜市场 农贸市场 菜市场的物价 你觉得会高还低啊 这个 说实话的话 这个 菜市场的话 还是比较低的 因为我们 当地的人 很多就在这个市场 这个新丰市场 去购买这个食材 去做这个 做菜 是吧 我们都市的 是 有时候人多的话 你根本就挤不进去 就好像给那个旅游旺季一样的 人很多 是 对 在这边 看到几点 他这个是大概就 六五六点吧 六五六点 他们有些菜啊 就抽摊了 但是你五六点去的话 菜也不新鲜了嘛 对啊 你进的是越早越好嘛 对 早适吗 还是下午是 晚上 早适 早适哦 很早就开就对了 对对对对 有时候他们卖菜的 就是那个商贩 是 后来就四五点 就起来了 哦 还是很传统的 很早很早就去 对对对 整个披花东西 然后再补到其他市场去卖 就对了 这也是一个披花市场 在这后头 对对对 叫什么名字 新丰市场 新东市场 新丰 新丰市场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哇 你有做功课哦 哈哈 是哦 听说过是吧 昨天我们的管 我们酒店的管家 跟你说过是吧 所以说啊 我们觉得 来到这边了 真的很亲切 并不是像某些媒体说的 他们这边的 主格 我还是觉得 自由行真的是很不错的 嗯 OK 谢谢 小哥谢谢